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 福林 司马扬居列传 司马扬居这个人是田丸的后裔 骑警宫的时候 晋国军队进犯齐国的登阿和真诚两意 而燕国也侵入黄河南岸一带 齐国的军队都打了败仗 骑警宫对这个情势很感忧虑 于是燕英就推荐田壤居给警宫 说道 燕居虽然只是田氏的树出之子 可是他的文德好 能使大政归心服从 武略高可以让敌人为福惧怕 希望军上能应用他 于是警公召见了燕居 与他共商军略大事 觉得很满意 立即命他为将军 率兵前去抵抗燕进两国的军队 燕居却说 臣的出身卑微 军上从平民中把臣提拔起来 一下就给了大夫以上的职位 这样士兵未必肯服从 人们也不一定就信得过 因为人的滋望轻微了 权威就见不起来 所以希望军上能派个宠信的臣子 一位国人所敬畏的人来做监军 那样就好了 于是警公同意了 就派了宠臣庄甲前去监军 然居向警公辞过刑 便和庄甲约定说 庄大人 明天中午我们在军门相见 约定见面的当天 阳居先赶到军中 为了定准时间 立起测日影的目标 开了测时刻的胡楼 等着庄甲的到来 但庄甲这个人一向骄傲尊贵 心想将军既先到军中 而自己又是当监军的 就不急着要准时赶去 亲戚了鼠为他践行 他便留下来喝酒欢宴 已是正午了 庄甲仍然没有到 阳居就放倒木表 放掉漏壶 到里面去巡视营区 整理部队 宣布了各种号令规章 等他各种规定事项都完成了 已是日暮时分 而庄甲这个时候 才姗姗到来 阳居就问他 怎么约好时间还迟到呢 庄甲抱歉地解释说 那些辽属亲戚 赶着为我送行 所以 担、担靠了 扰居说 你身为将领 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 到军中宣布号令规定后 就该忘掉私人的亲情 在雷凳战鼓进军的紧急时刻 就该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 如今敌国侵略深入国境 国内民心骚乱不安 战士们暴露在前线战场 军上忧心的睡都睡不好 伙食也觉得没有味道 全国百姓的生命都维系在你的身上 还管什么亲朋相送 于是就招来军法官 问说 军法上约定时间迟到的 是怎么规定的 军法官回答说 应当杀头 庄甲很害怕 马上就派人赶去报告警公 向他求救 派去的人走了 还没有来得及赶回 阳居就把庄甲杀了 并宣令三军 三军将士看了都震动卫服 过了好些时候 骑警公派了使者带着服劫信物 要赦免装甲 使者的车马不经传报 就直奔到军营里来 阳居见了说 将领在前线军中 有便宜行事的权利 军上的命令 是可以看情形不接受的 随即便问军法官说 乘着车马在军营中奔驰 法条上是怎么规定的 军法官说 应当杀头 使者非常恐惧 阳居就说 国军的使者是不可以杀的 于是就杀了使者的随从 砍了车厢左边的木柱 杀了拉车的三匹马中 左边的一匹 来宣令三军 叫使者回去向警公报告 然后军队就开拔了 阳居对军士们的驻地营舍 水井火灶 三餐饮食 以及疾病医药等事 都亲自去探视抚慰 把将军的物资粮食 全部拿来给士兵分享 自己和士兵吃同样的伙食 把疲困病弱的人 统计好安置在一起 其余的三天之后 重新整训准备出战 结果连病弱的人都要求加入行业 大家都奋勇中去前去应战杀敌 禁军方面得知了这种情况 只好撤退回去 燕军得知了这种情况 也渡过黄河向北退散而去 于是骑兵趁势追击 终于收复了所有沦陷的土地 然后才率兵凯旋回来 在没有到国都之前 先解除战备 放松管制 大家宣誓效忠之后 才开进城 景宫率同文武大臣 亲到城外来迎接 为劳犒赏的仪式行过之后 才安心地回到宫里歇息 等他接见过阳居 就拜升为大司马 从此 田氏的族人 在齐国就一天天地显跪起来了 在这件事之后 齐国的权臣 豹氏 高招子 国会子这一班人 认为田阳居的权势深微 防害到他们 便在景宫面前 禁禅破坏 景宫听了 便辞退了阳居 不久 阳居就发病而死 因而田起田豹等人 就怨恨高国这些家族的人 到了后来田长 试杀了齐检公 就把高子和国子的家族 全部诛灭了 到了田长的曾孙田和 便取代江氏 而自立为君 号为齐威王 他不论是用兵打仗 或是展示威权 都大大的仿效了 阳居的做法 因而国势日强 诸侯都来朝见齐国 齐威王只派大臣 负责编数研讨 古来的各种司马兵法 而把大司马田阳居当时制军的方法 附在里头 就冲他为司马阳居兵法 太使公说 我读了 我读了司马兵法 内容博大精深 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大战争 也没有完全发挥出它的意欲 现在像司马阳居兵法 这种文字附在里头 也未免是推许过分了点 至于田阳居的一生士功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诸侯国带兵的将领 怎么够得上和司马兵法 列在同样的地位上呢 世上既然有许多的司马兵法流传着 所以我就不详佳讨论 只写了这一篇《扬居的列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